。 每個人心裡 都總會有一個 看上去遙不可及的夢想 以前整天擔心沒法反開 又怎會想將來 煮飯煮了大半輩子, 我也想休息一會 誰說樣子像賊, 就一定沒機會 經常被叫我司機大哥, 我也想要出路 我也想要選擇 讀不成書, 我就沒前途 其實我也有夢想 夢想或者真是很遠 但沒試過走近 又怎會知道距離有多遠呢 移民這條路不容易走 但是有我, 陪你們一起走 沒想到廣告出來, 下課有多好 不是我的朋友分享嗎? 我也不知道出去外出 當然了, 現在這個廣告很受歡迎 尤其是阿寶 又有文藝氣息, 又愚愚愚愚愚愚 你以為每個都行嗎? 不過說實話, 阿寶 你有沒有想過做全職演員嗎? 也不是沒有想過的 不過你知道很不穩定 經常打給霞姨 問她有見面的那些 她又說沒有 沒有見面的那些又沒有 那怎樣做下去呢? 其實為了生活好一點 我自己也有做過Research的 那我大哥又移民了 澳洲那邊又要IT人 是不是? 那我都算是一個Programman 來的嘛 如果我移民的話, 都應該有些機的 好, 沒錯 年輕人不接, 何時接? 上次拍廣告的時候 明哥說有什麼移民的問題 可以問她, 記不記得嗎? 是呀, 讓我先打給她 喂, 我只是亂說的 喂? 喂, 明哥, Hailey 那個人幫你拍廣告的呢? 哦, Hailey, 你好, 你好 有什麼幫到你? 我有個朋友說想移民去澳洲 就想問一下有什麼需要安排日 哇, 需要很多文件 不過我現在說最見客 你明天跟朋友一起上來我公司那裡 那我可以了解她的情況 順便也可以解釋一下 有什麼文件需要嘛 好呀, 那明天兩點鐘見 哦, 好呀, 好呀, 那明天見了 拜拜 一豬這麼說 但是這麼突然, 我都沒想清楚 沒想清楚? 沒想清楚你就不會連資料也看了 走出一步不是不行吧 就是呀, 你是Programman 那樣也難不了你了 不然用小小吉士 走出去看風鬆也不行吧 好, 明天我就去搞移民 如果成功的話 一定會請你們倆吃一餐 好的, 怎麼樣 還在等移民嗎? 現在要請我們喝東西吧 走吧, 幸好都趕緊了 幾個月就搞定了這些文件 真是想不到明哥那間公司會這麼快 當然啦, 人家畢竟做了這麼多年 我想弄梁文靖應該OK的了 那我一向都對自己有點信心的 還有有明哥幫忙 對了, 當時如果你和Kelvin 過來澳洲那天記著找我 我一定會好好招呼你們兩個去玩 說這麼多話 當初不知道誰又怕這個又怕那個 對了, 你有沒有帶領事館封信 我沒有 你又有這麼重要的東西也沒有帶的 是不是 帶齊了, 進去吧 《無犯罪記錄證明書》 即是俗稱的梁文靖 其實是一項由警務處提供的服務 不過這個梁文靖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請的 Madam, 不如跟大家講解一下 好啊, Bonnie 申請梁文靖主要有兩個用途 第一個就是申請人申請入境簽證 去另一個國家旅遊或者居留 而另一個就給申請人申請領養小孩的時候用的 那申請梁文靖的程序是怎樣的呢 首先申請人需要親身來到我們灣仔警察總部 十四樓的《無犯罪記錄證明書》辦事處 辦理這個手組 票號4063, 請到二號櫃位 你好, 是否辦梁文靖 好 麻煩新聞證、領事館信 也要帶齊以下的文件 第一就是申請人的香港身分證 或者是有效的旅遊證件 第二就是由領事館、移民局 或者是有關政府部門發出的信件 信件必須清楚列明 申請人是需要梁文靖 第三當然就是申請費用是港幣210元 而申請人也都需要填寫一份申請表 和指模同意書 這份指模同意書主要的用途 是給申請人授權香港警方 向他套取指模和保留這些指模 同時也都授權香港警方 向有關領事館、移民局和政府部門 披露他在香港的犯罪記錄 而另外我知道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市民是可以向警方查詢自己在香港 有沒有任何的刑事定罪記錄 沒錯 申請人只需要來到我們灣仔的警察總部 14樓的刑事定罪記錄資料辦事處 辦理有關的手组 而所需費用是50元證的 無論大家是申請無犯罪記錄證明書 還是查詢自己的刑事定罪記錄 手續也非常方便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這方面的資料 可以瀏覽我們的警察網頁 在這裡提提大家 如果你們想減散申請 無犯罪記錄證明書的輪候時間的話 可以透過電話去預約時間辦理申請 市民亦只需要在預約時間之前至少一天 致電2396-5351 無犯罪記錄證明書的電話預約服務 去進行辦理就行了 而另外 申請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只會用作辦理申請用途 當辦理申請的過程完成之後 所採取的子務和個人資料就會輸毀 接下來 有一宗發生在旺角洗衣街的非禮案 希望跟大家作出呼籲 這裡是旺角洗衣街中壘舍門口的附近 在今年5月26日晚上7時35分左右 在這裡就發生了一宗非禮案件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資料給警方 當時一名女子在等待旅遊巴期間 被一名男子重厚非禮 之後該名男子往金雞趕場方逃走 這名男子年約30歲 1.8米高,中等身材 當時穿著白色T恤、黑色短褲 背著黑色背囊 現在警方呼籲大家 在今年5月26日晚上7時35分左右 有沒有市民途徑 旺角洗衣街香港中壘舍門口附近 有沒有知道這種案件發生經過 有的話請儘快通知 旺角警區認識調查隊第七隊 電話號碼是2398-6243 2398-6243 在這裏提醒各位女士 平時逛街或夜回家的話 要提高警覺 留意四周圍的環境 有沒有一些形跡可疑人士接近身邊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不要去一些人較少和闢陣的路段 沒錯 特別在晚上的時候 盡可能就叫家人落樓接你 那自然就安全得多 大家只要時刻提高警覺 就沒有那麼容易成為 適摸下一個落手的目標 在今年5月17日下週12時35分左右 在石傑美南昌街和包域街的交界 就發生了種致命交通意外 導致一名77歲婆婆死亡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資料給警方 宴外發生的時候 一輛雙層巴士沿著南昌街 往大角咀方去行駛 當一輛巴士 駛到南昌街和包域街交界的時候 就遇到一名橫過馬路的婆婆 她當時身體嚴重受傷 被送到醫院搶救後證受不治 現在警方呼籲大家 在今年5月17日下週12時35分左右 有沒有市民是途徑 石傑美南昌街和包域街交界 有沒有遇到這種意外發生經過 有的話 儘快和西九龍總區 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二對聯絡 電話號碼是2773-5200 駕駛人士在道路駕駛的時候 也要留意其他車輛和行人過馬路的情況 而行人要專注地使用道路 好好利用行人過路設施 和依照行人過路燈的指示還過馬路 特別是長者就要更加留意 因為根據道路安全議會統計資料顯示 今年涉及60歲或以上行人的交通意外 佔了相當大的比重 情況令人關注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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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似 tenganWho subscribe culpa